大家好,我是亚欣 他进入仕途十年,连生了十几 最后被封为一等义勇侯 更是整个清朝以文人而封获武侯的第一人 并且死后又获得了清朝国葬的最高代率 人生能够过成这样 我想除了曾国藩恐怕也没有别人了吧 其实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说曾国藩小的时候背书 有那样一段话背了一整个晚上都没有背下来 甚至连藏在梁上等他睡觉以后偷东西的小偷都背了下来 他还是没有背过 最后这个小偷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从房梁上跳了下来 嘲笑曾国藩说背书太慢,我走了 同样曾国藩的父亲也知道 自己的儿子天资其实并不是很聪慧 所以说从小就告诉他要下笨功夫,下苦功夫 时刻告诫曾国藩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别人一遍能够背下来的文章 你就算是背上几十遍也要背下来 那么不懂上一句就绝不能读下一句 不读完这一本书呢,绝不能翻下一本书 时间长了他也不管什么技巧,什么捷径了 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 不达到自己的目标呢就绝不放弃 也正是这样 他练得了比别人虚心,抗压能力强 不会投机取巧 那么我们试想曾国藩是真的笨吗 其实不是,他是耐得住烦 不仅能够耐得住学习的烦,也能够耐得住人心的烦 曾国藩在刚进官场的时候 对那种左右逢源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场生活特别不耐烦 经常会跟别人伴两句嘴 所以说大家都排挤他 这种亏吃得多了 曾国藩也就学乖了 任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不理会 耐得住人心嘴杂的烦 从此呢,在曾国藩的人生道路上就没有了敌人 在我们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 能够耐得住性子的人其实很少 东一两头,西一棒锤的事呢也经常会有 这样的事情插一脚 那样的事情管一管 最后两头落空,一事无成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内心耐得住性子 相信我们不管做什么事 总有一天能够看到胜利的曙光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